今天是因為我們的中華健兒在東奧的表現來喝彩 要來帶您看到這一節是綽號 唐包的中華男子射箭好手湯志軍 他昨天在個人賽上我有看到這個畫面 太驚人 太驚人了 什麼叫做欲強則強 湯志軍為您示範了 因為他射退了世界紀錄保持人南韓隊的金優正 畫面激勵人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金優正之前 他其實在南韓的射箭男團裡面 有遇過湯包所屬的中華隊射箭男團 就對上的時候那時候啊 這金優正他真的是超厲害 很像機器人一般 漸漸都是直接10分10分10分 那昨天表現一樣也很厲害 不過我們的湯包表現得更優異 所以拿下來了擊落他 不過呢接下來的四強賽 湯包就比較失利一點 他敗給了意大利 而同排戰的時候則是不敵日本 沒有辦法繼續為我們的男團奪贏之後呢 再添一面個人的獎牌 但是他也已經寫下了台灣男子射箭 在奧運賽場的最佳成績 事實上湯志軍他才年僅二十歲 不過現在就已經在這本界 攀上了人生的巔峰 年僅二十歲 湯志軍站上奧運射箭場 他拿出超齡表現 一路過關斬將闖進個人四強 雖然最終無緣奪牌 但八強賽他硬是設下韓國選手 已經讓世界看見他的驚人潛力 韓國射箭隊在東奧橫掃四面金牌 創下帆曲宮世界紀錄的金優正 只要再多金就能完成五金大夢 偏偏小將湯志軍扮起籃鹿虎 八強賽單挑金優正 湯包頂住壓力 六比四讓金優正吃鍋貼 也粉碎韓國五金美夢 讓韓國媒體都大讚 湯志軍不僅是黑馬 更是台灣王牌 無奈四強賽 湯志軍面對義大利Nespoli 二比六敗下陣來 同牌戰對決日本老將古川高琴 又以三比七落敗 無緣奪牌屈居第四 但湯包在東奧的好表現 還是讓家人以他為榮 景丁轉播為湯志軍集氣加油 雖然最終不敵地主選手 但湯爸湯媽還是為寶貝兒子 感到激動 湯志軍首次出征奧運 就奪下男團銀牌 個人賽也拿下第四名 立抗各國強敵 沒有一絲畏懼 猶如沒有心臟的神射手 讓粉絲們忍不住對湯包說 未來是你的 記者綜合報導 持續感謝Ellusion網友的斗內 另外我剛剛有看到有這個一個網友 他剛剛有說 我的狗厲害了 他說臉太臭根本是弱者 連基本放鬆都做不到 我不太知道你要說的是誰 但是我想講是昨天湯包那個表情 他很厲害 我覺得本屆的中華健兒有一個共通點 抗壓性強到不行 而且其實表面上都沒有任何表情的 他的喜怒不形於色 當然就也讓對手找不到破綻 不管是小林同學林茵茹啊 或者是像昨天的湯包 甚至是戴茲穎 都讓大家看到面不改色的真正的厲害 好 東京奧運的舉重項目 男子96公斤量級 中華隊的好手陳博潤 他最後舉出了總和381公斤 排名第五 陳博潤是我國男子96公斤 及全國紀錄保持人 去年他在全大運的公開男子組 已抓舉176公斤 停舉201公斤 總和377公斤 東奧賽場上 這陳博潤已抓舉176公斤 停舉205公斤 總和是381公斤 排名第五 雖然無緣站上頒獎台 但是其中停舉和總和 都已經雙雙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國紀錄了 而世界排名第四的 台灣羽球一哥周天成 昨天東京奧運男單八強賽當中 遭遇上屆的 里約奧運金牌 中國大陸的好手陳龍 兩個人過去交手9次 小天其實是零勝9敗的 本次當然也碰上了天敵 還是陷入了苦戰 可惜是吞敗 但是小天賽後有透露 其實到日本前 他的腳踝就已經受傷了 原本是連跑動都有問題的 能夠上場打到八強 對他來說已經相當感謝 羽球一哥周天成 對上中國大陸選手陳龍 要搶四搶門票 卻陷入苦戰 首局陳龍才忽快忽慢 對角線攻擊戰術 加上多次往前爬往 讓小天戰局下風 到了第二局 小天穩扎穩打強壓陳龍 逆轉練勢強下一勝 但決勝局陳龍一論猛攻 就算小天緊咬雙方一度打成平手 最終呈現拉鋸戰 小天仍以一比二落敗 拒步八強 周天成過去和陳龍九次交手 臨勝九敗 最近兩次交鋒 還是2019年底 都被直落而擊敗 這回八強賽再度碰上天敵 一度強壓陳龍 只可惜小天帶傷 已久屯敗 奧運前八 今次獎一到大陸的選手 應該小天要用防守 講功要多 網線的變化一定要很多 周天成透露 奧運前一周 右腳踝早就不適 到日本後一邊治療一邊練球 能在八強賽登場 已經是意料之外 但將放言202480奧運 到時要強勢回歸 繼續挑戰奧運獎牌 就總好不到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美女帥哥的鏡頭 在昨天返台的有哪些人呢 包含是射擊選手吳佳穎 參加了冬奧女子25公尺的空氣手槍項目 最後以第五名的成績作收 也打破了自己的紀錄 昨天返台她透露當時進決賽的心情 教授的喊出中華隊加油 也表示接下來會為2024年的巴黎奧運來備戰 而另外還有19歲的台灣蝶王王冠宏 在冬奧200公尺蝶式預賽當中 大家還記得那樣的畫面嗎 一分54秒77搶下第二名 這也打破了她自己的紀錄 王冠宏的教練黃志勇就表示 這次的冬奧覺得她表現得很不錯 也跟王冠宏定了一個目標 在完成目標之前 王冠宏只屬於她的要王太太 聽好了王冠宏 還沒有達成目標不屬於其他人喔 王冠宏則是表示 會努力去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台灣蝶王 也教授地表示黃先生已經宣誓主權了 所以現在她也只能屬於教練的 一起來聽聽看 其實我的主向是10公尺嘛 然後這次25公尺能夠進決賽 我非常的驚訝 然後因為我上次25的 25公尺的曾經是掉車尾 然後這次能夠進決賽我覺得 謝謝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然後就是我很開心 壯隊加油 心裡就想說壯隊加油這樣喔 就是我想說我要加油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然後對我們的支持 然後我們2024年巴黎奧運再見 其實也是非常開心的 畢竟能到奧運這個比賽殿堂上 我覺得能出賽啊 然後能突破自己最大成績 就是一個最大的進步吧 然後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肯定 其實不知道可不可以配得上這個稱號啦 然後但是我還是會盡量努力的去成為大家 所心中的台灣蝶王 雖然他在最後沒有能為國拿下一面獎牌 但是他的表現已經讓我 覺得他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努力 抄我們的目標來邁進 然後最後我要跟他的粉絲說聲抱歉 然後這幾天有很多的王太太們 就是讓冠宏覺得很新奇 但是我也跟冠宏我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在還沒有達到我們目標之前 王先生只是屬於我黃先生一人的 其實剛剛黃先生已經宣誓主權了 現在屬於黃先生的 就是好啦還是希望就是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還是會繼續加油的 就是希望明年的亞運也好啊 然後不管是市井賽或是下一屆的奧運 然後我們都可以做好充足的準備 然後為國爭光 而在奧運的三公尺跳板跳水資格賽 在30後發生了一起選手的烏龍 這30歲的墨西哥女將查韋茲 他因為腳滑了啦 滑落到水池得到了0分 成為本屆的第二個因為失誤被判0分的案例 查韋茲在第三跳時發生了重大的失誤 他當時站在跳板上猶豫不決 最後是因為重心不穩疊下了跳板 沒有做出任何的動作 身體直直地掉入了水裡 他也在跳完之後直接前往了沖水區 對於自己的失誤十分懊惱 所以這輪比賽當中查韋茲拿到了0分 也是繼俄羅斯之後 本屆奧運跳水的第二起0分烏龍 中華英雄拿金牌 狂客舉救女神郭信淳 抓舉 挺舉 總和刷新奧運紀錄 為台灣拿下冬奧第一面金牌 2024要再戰巴黎奧運再破紀錄 中間新聞和您一起為中華隊加油